海燕坐上长途细舍,老虎奔波来看赵燕, 景乌却被别的男人飞吻。 海燕也不生气,伸手抽上赵四嘴里的烟, 只是四个年轻时的江湖, 那时江湖一子当先,人人讲究, 象牙山村里的两个村民王老七和刘能有债务纠纷, 刘能拿出打火机宁愿被崩了也不承认借了钱, 王老七拿过打火机拉手钻, 刘能侧身去掏烟,赵四伸手拦下, 让小弟请出光二年, 刘能这才承认,答应明天还钱, 可将拿出自家的老村长, 到这一个洗脸盆内,一人咬一杯, 这叫五不四汗,甘板酸胀, 要说跳舞,还得是我四哥, 脚上功夫还没用上,就已经鸡押群场, 一手炸雷送给大家, 不留神打火机掉了下来, 但并没有引起人群慌乱, 因为在象牙山有头有脸的大哥, 随身都带一个, 大拿现在衣着光鲜,做的是房地产生意, 现在有人造谣他的别墅了闹鬼, 两个酒杯一碰,四哥铲平之势, 结果四哥还没动手, 大拿就被几个小孩给撂倒在路上, 四哥这时候已经感觉到, 江湖变了,年轻人想出头, 做事金钱开道, 这已经不是那个四哥熟悉的象牙山江湖了, 刚进修出来的刘大马, 为感谢四哥安排兄弟在学校里照顾, 没有被校园霸离, 特地带着妹妹家宴前来感谢, 看谈四哥对满想的票子不感兴趣, 家宴掏出从隔壁屯子带来的红肠, 说现在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吃这个, 四哥拿过两根红肠, 一句没有包红肠的道, 这是改变象牙山江湖格局的一战, 这是屯内儿女新旧交替的一战, 海宴吃着红肠, 又想吃苞米, 不想电瓶车却被象牙山的年轻人拦下, 四季杨树林气不过, 下车和他们缠斗起来, 杨树林一身功夫全在嘴上, 先把拳头虚掩衣服, 便转身, 却先飞起夺脚, 踢住了, 便转过身了, 但飞起右脚, 这一步, 有名换作玉环顾冤英奖, 杨树林踢得死, 一步流神被一个大别子别过了狗肿, 四哥也是手上缠上毛巾, 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只朝小年轻杂拳, 全是阴阳并用领气偷进, 二字前养马保护分腰, 拳法更中有劲, 尽忠以动放不放, 留而不留, 四哥急而不乱, 随而不执, 四哥打击起, 确实双拳难得四手, 被两个有为青年夹着给电瓶收喝海, 海燕掩见四哥吃亏, 拿起打火机, 海燕也因为公共场所使用打火机, 背叛进修学习, 出来后的海燕去找赵四, 赵四却和留大脑袋的妹妹家燕好伤, 躲着不见海燕, 推扎能江山一劳人心一点, 在闲逛的时候, 看见一个人, 因为没有给作者关注点赞评论, 那几个粗壮的大汉牛, 海燕上前解了为, 告诉他, 如果还不关注点赞评论, 不帮别人做, 连自己也要用瓶子处罢, 临场面出现了, 张一正在饭店请人车前纵, 你死, 你知道我是谁吗? 不人的你, 我没他流产, 你死, 跑长途的老徐, 要了海燕八块钱, 把他带到满无人烟的山野里, 趁着大鱼居然要爽一下, 海燕笑嘻嘻地让他去开房间, 然后骑走了摩托车, 海燕为赵四坐了五年牢, 赵四却在招待所房间里告诉他, 现在他和贾燕在一起了, 不要再来找他了, 怕贾燕误会, 深圳哥哥戴着帽子, 遮住满头绣把和海燕在火车上相遇, 上来就是一阵嘴炮, 说现在要做外星人生意, 他的白凉魂银河系的销售代表, 已经十万块钱授权给大飞了, 海燕顿时被山征的宇宙观迷得神魂叮了, 顺势投入怀抱, 不得不是山征厉害, 随便一聊便如老房子找我, 不可就要, 海燕偷偷下了火车, 漆黑的夜路令人不寒而栗, 瑟瑟的冷风吹得他神魂发, 寂静的旷野让他神智惊丧, 海燕似乎走到了末路, 犹如一夜天周在狂浪中翻, 随时不能覆灭, 这时头上有亮光闪过, 海燕抬头望见了满天星辰, 这一刻海燕顿开枷锁, 找回自己, 所有打不倒他的只会让他强大, 赵四因动失败, 被人打断了他, 只能做轮椅行事, 一时间将在象牙山江湖地位下降, 亚洲武王地位不保, 从前的小弟司机现在发财了发财, 进修学习的学习, 他感觉江湖抠气了, 他也不属于这个江湖, 想摔打立威, 却被小朋友指着鼻子嘛, 活该, 扎难推, 赵四坐着轮椅在象牙山经济中心六万, 刘能却偷拍赵四想发抖音, 蹭一蹭赵四流量, 赵四自然不会让他白色, 上来就是一分嘴炮, 说得刘能极头白脸, 当场立下赌约要赌赵四的轮椅拿去拍卖, 在场的人都抛出手机, 要把这一幕发在抖音上, 赵四输了赌局, 刘能说下了本片中他最嘚瑟的一句话, 韩兴还受过胯下之辱,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, 不亏是象牙山村主任提名候选人, 就是有文化, 然后来了海燕一排, 形势一段缘无需多言, 感谢观看,